迷你世界中央人帮我们击杀熔岩黑龙 它就会消失 消失的无影无动 此时的地图上也看不到熔岩黑龙 很多小伙伴说熔岩黑龙已经嗝屁了 错 其实熔岩黑龙是永远无法被杀死的黑龙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来过地心世界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地心世界 共有三只黑龙 而熔岩黑龙排行老二 它的哥哥就是远古黑龙 也就是断剑的守护者远古黑龙 到我们击杀远古黑龙 就会出现一个熔岩知识 我们需要用号角解除熔岩知识的封印 此时熔岩黑龙就会出现 并且它非常的狂妄 嘲笑我们人类愚蠢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 就是此时熔岩黑龙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熔岩黑龙是不能被击杀的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们杀死熔岩黑龙以后 它就会说火焰永不熄灭 所以这就证明 它其实并没有死亡 而它的躯体化成了 地心世界中的岩浆 而地心世界中的岩浆 其实就是火焰 也就是熔岩黑龙 这个boss躯体所化成的 所以迷你世界中的熔岩黑龙 它是无法被杀死的黑龙 你们知道了吗